为协助土耳其难民及弱势妇女自立 驻土耳其代表处与当地人道救援组织 土耳其红星月会合作 推动为其11个月的赔利计划 其中包括厨艺课程 来自阿富汗 叙利亚 黎巴嫩 伊拉克等国的20名学员 换上专业厨师服 透过厨艺指导的教学 六道融合欧亚特色的菜肴 从切菜 下锅到摆盘 他们不时讨论菜色 记下做法 透过课程学习遗迹之成 近20女士都会赢得到这个课程 后来我们会支持她们的不同方式 有些女士会提供职业的可能性 其他女士也会支持她们的家庭 同时在家庭 和台湾的支持她们的支持 许托尔其代表黄志阳也到场 观看学习成果之余 同时品尝学员的手艺 对于课程的专业度她感到意外 这个计划最后还会保证她们就业 协助她们在学的艺场之后 能够有机会再去开自己的餐厅 或在旅馆工作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计划非常有意义 那趁这是第一期的开课 我们也来试试看她们学习的情况 那我非常意外 她们的学习是非常专业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计划的成功是非常有信心 土耳其已接纳超过400万名难民 对当地形成沉重负担 驻土耳其代表处多次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 提供粮食 开办计职课程等不同的方式 协助缓解人道危机